美国太空总书表示新合作计划预计将投资1700万美元帮助加快完成任务 且合作计划包括光通讯运输、自主系统、将月球土壤转化为钢铁及氧气的硬件 以及更先进的月球漫游车前引力控制系统 至于这四家合作企业分别为美国维吉尼亚州的FiberTech、康州的Qualtech Systems、科罗拉多州的Pioneer Astronautics以及宾州的Proto Innovations NASA指出阿提米斯计划不只要重返并环绕月球,且是一项国际合作的太空探索计划 目标是要建立长期的科学研究据点,且整个发展过程中空间技术发展不可或缺 东勇集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